每当的周秋假日返乡或者是收价前 经常看到都是这幅景象 高铁月台上挤满乘客 自由座车厢更是塞爆了 而这回因为高铁自由座大爆满 有旅客一行八人遭到高铁丢包 高铁一次因为自由座超卖 结果很多人挤在月台上去 竟然就让他们滞留在桃园 留宿了一个晚上让他们气炸了 爱爱售票机购买自由座车厢很方便 但投诉者一行八人 在13号晚间因为刚从桃园机场搭机反驳 打算乘坐高铁末班车自由座 不料列车抵达桃园站时 自由座车厢早就已经挤满乘客了 他的好朋友好不容易挤上去 投诉者挤不上去 就被站务人员拉了下来 于是一行人被迫留宿桃园过夜 他认为是高铁自由座车票超卖 要求高铁赔偿车票钱以及留宿费用 客来讲是 可是他自己就要早一点到 因为如果是末班车的话 而且自由座不是很长 都很多人 基本上票的控管 就是至少在买票前 你要先确保票是足够的 就像看球赛 你不能超卖票是一样 事实上高铁坦承 站务人员的确经验不足 因为当时的确可以适时开放 其他标准车厢的通道 提供旅客占力达成 会检讨改善 也会协助旅客退票 但是依照交通部核准的高铁运送契约 并不涵盖负担其他衍生费用 包括的是住宿费 这回高铁坦承的是 因为经验不足而爆发争议 但像是乘客遇到生病受伤 或者是小孩子 即需要照顾 旅客的紧急状况 层出不穷 这也考验高铁SOP危机处理能力 记者李英伟周一的台北采访报道